最後到Part C, 問你G是不是Consistent的情況 正路來說,我們應該要利用Part A的E 去做好似剛剛計算B,去做一個比較 但其實簡單一點的做法就是 你可以首先想一件事,就是我們可以Consider 因為我們是懂得找三條式三個Unknown 它是不是Consistent的情況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,不如我去做一個給大家看看 不如你考慮一個新的線性分形狀叫H 就會是1,1,1,2,1,0,-6,3,9,12,14,15 其實是什麼來的? 我就是拿了頭三條的equation X,Y,Z的coefficient 用來做一個新的系統 不如我解決這個系統 然後把它的解決定 把解決定到第四條式 這樣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你要找它是怎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一個高C消去法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你的entries全都齊了 其實直接把解決定 做高C消去法是最快的 所以就會是1,1,1,2,1,0,-6,3,9,12,14,15 所以這裡是-1,-7,1,16,0 你出了這樣的數 我想問最後這條式跟你說什麼 你看到最後這條式 他說16Z是等於0 Z就等於0 Z等於0的時候 你扔回到第二條式 你會有-Y-7Z 即是-7乘0,即是0 等於1 Y就-1 再扔回第一條式 你會有X加Y,即是X-1 再加Z,即是加0 等於2 所以X就等於3 所以原來我們看著頭三條式的話 我們會有X,Y,Z 是等於3,1,0 那你就扔回到第四條式那裡 pull into fourth equation 那你就會有左梭辯 是等於 你看看這裡是5-2-18 所以就是5乘3-2乘1 接著就會是-18乘Z 那你見過數應該是13 但是他最後說等於16 是不是? 那就出事了 所以不等於16 所以就是inconsistent 就是這樣 所以你最後這部分 你不跟他的flow去做 都無所謂 就是這樣